太亞族的長輩將記憶中的小米種植出來 並用族語介紹著自己種的小米 這是在台中和平環山部落 這樣簡單的生活文化 由一位當地部落青年傻雲喜夢 拿起攝影機拍攝屬於自己部落的故事 傻雲喜夢跟著長輩說太亞族語 這也是他想要回故鄉 找尋自我也找尋部落的傳統文化的原因 傻雲喜夢在台北工作八年的時間 但心中一直有一個聲音 告訴他要回家 於是去年決定回鄉記錄部落的生活 並以傳統的小米作物為主軸 來反映當地居民所面臨的文化與家庭的狀況 種小米為主軸 然後但是穿插三個家庭的故事 那這三個家庭故事 其實小米在這部片裡面 它其實是一個象徵性的一個 它是屬於比較一個象徵性的意義 它象徵的就是說豐收 然後也是象徵的就是家庭關係的緊密 這部紀錄片好久不見 德拉奇導演傻雲喜夢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拍攝 四個月的時間製作 當中有苦有累 也因為資金不足靠著許多的方式募款 最後二十二日晚間在環山部落舉辦首映會 傻雲喜夢的媽媽對於女兒感到驕傲 也希望傻雲喜夢能再繼續努力 一部屬於環山部落的紀錄片出爐 部落居民都給予鼓勵肯定 並希望藉由紀錄片的方式讓更多民眾認識 看見環山部落的文化故事 就怎麼知道 Vazak台中和平採訪不到